亲爱的弟兄姊妹,弟兄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初信系列的第六课 这一课的题目是基督的启示与经历 我们先来看一个经节 贝利比书三章八节 这是使徒保罗的话 他说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亏损 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因他已经亏损万事,看作粪土 为要赢得基督 所以这里的话是有一定的背景在里面 就是保罗当他悔改信主之前 他是在犹太教里面受最严谨的教育 他比他同族的人更为热心 为了祖宗的遗传和犹太的宗教 他是大发热心 所以他就极力地逼迫基督徒 逼迫那些跟随拿撒勒人耶稣的人 他认为逼迫基督徒损毁赵会 就是侍奉神 当然保罗是在他的黑暗和瞎眼的情形里面 来做这些事 所以当他蒙了神的怜悯 在大马色的路上蒙了主耶稣的光照之后 他就认识原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成为人来拯救我们 所以他就有了一个完全的翻转 他把他以前犹太宗教里面的 这些所学习的所得着的 都看为粪土 为要赢得基督 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 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中心和内容 就是基督这个活的人为 基督徒在地上不是为着宗教 不是为着神学 不是为着圣经的道理 乃是要得着这位基督活的人为 能够借着圣灵的光照 启示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对这位基督有认识 愿我们也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说 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因着基督我们愿意亏损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赢得基督 好那下面我们就来看 这个基督的身位和他的工作 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里面 主耶稣问门徒说 你们说我是谁 使徒彼得的回答说 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 主耶稣就说 这不是血肉之人指示你的 乃是在我天上的父指示了你 所以我们就看见 我们要认识基督 我们就需要有神的启示 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 使我们认识 他主耶稣就是基督 是神的受高者 受神差遣来完成神的旨意 那我们需要看 他作为神的儿子 他也就是神 他是完整的神 他是三一神 当我们说到子的时候 就是说他是神的具体化身 子与父与灵都是不能分开的 因为主耶稣说 父在我里面 我在父里面 你们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 把他彰显出来 表明出来 所以主耶稣作为神的儿子 他就是那位完整的神 他是在万有之上 永远受送赞的神 他是神的具体化身 他是完整的三一神 成为肉体 来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 那同时他也是人子 他是人的儿子 他是从童女玛利亚所生 他是圣灵成命 在玛利亚里面所生出来的 他是完全的人 与我们完全相同 只是他是没有罪的 感谢主 他是神又是人 他是一个神人 他在地上 就是把这位神活出来 彰显出来 那么基督的工作 就是他的所做 所以我们看 基督的工作 总共有九个步骤 首先他创造万有 希伯来书一章八节说 主啊 起初你立了地的根基 诸天也是你守的工作 所以我们看见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位 创造万有 独一的真神 他是那位创造主 感谢主 他也借着成为肉体 他就成为一个人 一个标标准准的人 他是受造之物里面的守身者 所以他不仅是创造主 他也是 在他的人性里面 带着血肉之体 他就是受造之物的守身者 那基督 他所采取的第三个步骤 就是来定死 他定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感谢主 他借着定死呢 就了结了宇宙中一切消极的事物 撒旦 肉体 世界 救人 救灶 都完全被了结了 神与人之间一切拦阻的 消极的事物 拦阻神靠近人 拦阻人救近神的 这个罪的问题 消极的事物都借着基督的十字架被了结了 感谢主 那么他定死之后就埋葬了 那么第三日他就复活了 那在复活里面 他就把我们带到他这个复活的境地里面 他借着复活 表明神已经悦纳了他救赎的工作 借着复活 他释放出他神圣的生命 在他的复活里 他就重生了我们 使我们得着从神而来 那神圣永远非受造的生命 感谢主 借着主的复活 我们就成为神许多的儿子 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 也成为新人的一部分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就成为新造 旧事已过 看那都变成新的了 感谢主 所以主的复活 是神经伦的命脉和中心 基督若不复活 我们所信仰的一切都是归于虚空 归于土壤 但是感谢主今天基督已经复活了 他成了次生命的灵 他内住在我们的灵里 将神圣永远的生命就带给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的起头 我们就不在老亚当的旧的生命性情里面生活行动 我们可以在复活的新样中 圣活行动 就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人中复活一样 感谢主 那么基督复活之后 他就升上高天 在他的升天里面 他努力了我们这些原本被撒旦所努去的 他把我们做成恩赐 赐给他的身体 就是赵慧 借着他的升天 他也把我们带到诸天的境界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与基督乃至已经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诸天界里 感谢主 今天我们所得着的这个生命 是一个复活升天的生命 是超越一切地的成类和盆绑的生命 无论我们的难处有多么艰难 多么为难 我们的处境多么令人沮丧 但是只要我们转回到我们的灵里 我们就经历这位复活升天的基督 他是超越一切的 在旧位圣经里面说 他如同大鹰的翅膀背着我们 能够展翅上腾 超越一切的艰难 能够胜过这一切的为难的情景 感谢主在他的升天之后 他就在天上敬他 天上的直视 所以基督在天上 他有四方面 首先他是新约的中宝 他借着死而复活升天以后 就要把新约里面一切的丰富 就是三一神一切神圣的属性 要做到我们的里面 并且他也是在真帐墓里面做直视 就是把三一神一切的丰富 要执行到我们的里面 要涂抹运行在我们里面 并且他也是大祭司 他是超越诸天的大祭司 他照着麦基奇德的等次 永远为大祭司 为我们代求 能够拯救我们到底 并且他也是辩护者 我们若是犯了罪 我们可以取用他的保险 有基督在神的右边 为我们做辩护 用他的保血 为我们说出美言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 来到诗人的宝座前 因为基督是那永远的辩护者 在神面前为我们说出美言 他的保血洗尽我们的罪 感谢主 所以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 神是信誓和公义的 他就必要借着基督的血 来赦免我们的罪 基督他还要再来 他要来提接所有相信他的人 与他永远的同在 并且他再来的时候 要拯救以色列人 并且要审判地上的列国 那基督再来以后 他就要在地上建立他千年的国度 基督与他的得胜者 要在千年国属天的部分 做王掌权一千年 要治理列国 并且基督要公开的 在耶路撒冷 在大卫的宝座上 要来管理万民 要治理地上的列国 地上就会满了公义和和平 所以圣经说基督是万国所羡慕的 万国所羡慕的就是公义和平 完全的安息和满足 并且也是万国也羡慕 有永远的爱 那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地上就会满了 这一切公义和平和爱的光景 才会有完全的安息和满足 所以基督是万国所羡慕的 所以今天我们的盼望 就是基督能够早日的再来 能够提接我们 永远与他享受 这个神的荣耀 神的面光 地上也就满了安息 满了和平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所以基督的再来 是我们基督徒 古今中外所有历代基督徒 一个荣耀的盼望 并且这个盼望是不断的增长 是为我们存留在诸天之上 感谢主 那基督他要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就是要完成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就是经过过程 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与蒙救赎 被圣别得以融化的三部分的信徒 一个宇宙的连条的合并 是神与人一个完全的联合 神要借着一般团体的神的儿子 也就是我们完全的来彰显他的荣耀 就是属天的国度 就是神在地上的掌权 感谢主 所以我们需要来追求 来认识这一位基督 我们需要出代价 来认识他 我们要借着祷告 借着读经 借着与弟兄姊妹的交通 更多的来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 这一位基督这一位基督